故事要从一个打工人对资本家的复仇讲解 经过数周的精心筹备 金牌广告策划人佐久健 带着他的企划案 信心满满的来向上司汇报工作 不料却为上司告知 客户日行汽车刚刚完成权力重组 新任副总葛成胜俊 施责其方案肤浅毫无远见 要求全面推翻重做 而且还特意强调 必须换掉项目经理佐久健 这不仅是对他能力的否定 更是对他人格的侮辱 当天夜里佐久健头脑一热 下意识来到了葛成家的大宅外面 本想找资本家激情兑现 可当他看到那座富丽威娥 宛若城堡般的宅邸时 一股无力感油然而生 正当佐久健准备离开之际 被墙上传来的响动 引起了他的注意 只见一个漂亮的少女 从墙内翻身掉下 然后鬼鬼祟祟的 坐上一辆出租车离开 出于直觉 佐久健决定跟踪少女 他想知道 这个从葛成家逃跑的女孩 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或许这将是他 反击葛成圣俊的王牌 少女本想找家酒店落脚 却发现自己身无分文 正发愁时 尾随而来的佐久健 英雄救美 帮他开了间房 佐久健谎称自己 是日行记车的合作伙伴 本着对重要客户负责 必须问明少女的身份和逃家理由 否则他就打电话 通知葛成圣俊 少女生怕被找家长 连忙自爆家门 她叫树里 是葛成圣俊 在第一段婚姻期间 出轨生下的私生女 后来葛成圣俊再婚 生了妹妹千春 才把已经八岁的树里接了回来 继母和妹妹都把树里当成外人 父亲对他也不甚关心 即便他每天戴着乖女儿的面具 也很难融入这个家 饱受寄人篱下的屈辱 至于逃家的原因 也是离谱 直言用了一点妹妹的面霜 就被对方一直抱怨 树里越想越委屈 冲动之下 就决定离家出走 佐久健的原生家庭也不幸福 他非常理解 戴着面具讨好别人的心情 也感同身受被人蔑视的驱逐 佐久健为人十分自负 无论是工作还是恋爱 他都将其当作人生中的游戏 一一通关 可他这个游戏高手 却在日行汽车的项目上遭遇滑铁炉 此刻佐久健和树里有着共同的敌人 那就是狠狠践踏他们尊严的葛成圣俊 为了报复葛成圣俊 佐久健叫做树里 配合他完成一场绑架游戏 树里想要独立生活 但还在上学的他没有收入来源 于是佐久健提议 勒索葛成圣俊一笔钱 就当是提前继承家产 经过商议 两人将金额定为三亿日元 这场游戏的胜利 佐久健志在必得 为此他必须谨慎筹谋 首先佐久健注册了多个不神明的邮箱 每个邮箱只用一字 且不接收回信 防止对方定位 然后他对树里编排好 绑架过程的每个细节 最后他给葛成圣俊 发了一封勒索邮件 内容大致如下 葛成树里已经被我们软禁 不要报警 不要在媒体上公开他的照片 不要回复该邮件 请准备好三亿赎金 后续在车主论坛的留言板 以二手车交易的姿态联络 第二天 佐久健去上班 正当他以为 葛成圣俊会因为爱女失踪 缺席今天的会议时 对方却泰然自若地出现在了公司 惊讶之下 佐久健偷偷看了一眼车主论坛 已经有一个名为朱丽的买家 发布了交易信息 这说明 葛成圣俊已经看过邮件 这时亲生女儿被绑架 还有心情工作 真不知道该说他镇定还是冷血 更反常的是 葛成圣俊突然对佐久健 开发的一款游戏产生兴趣 并与之展开了一系列讨论 谈话间 葛成圣俊明明表现出 对游戏设计的欣赏 可最终他还是冷漠地打发了佐久健 自尊心再次受挫的佐久健 更加坚定了战胜葛成圣俊的决心 当晚车主论坛出现了第二篇帖子 买家表示 想先验货 听听引擎的声音 检查下车身有没有划痕 但是想听听人质的声音 确认女儿的安全 由于无法确定对方是否报警 佐久健暂时没想好怎么行动 这边佐久健苦思对策 那边不省心的树里 就又给他出了一道难题 树里突然想起来 离家出走前 他曾给住在横须贺的闺蜜 打过一个电话 本想去对方家里借宿 但电话转入留言模式时 他才想起来 闺蜜这个月去了美国 由于在绑架的设定中 树里是匆忙出门 忘了带首席 所以这通电话录音 必将成为致命的破绽 佐久健本想放弃游戏 可树里却坚持要去删除留言 他知道闺蜜家的备用钥匙 藏在哪里 横须贺是一座军港城市 距离东京大概一小时车程 想到这里 佐久健突然灵光一闪 他有了一个绝妙的计划 第二天 佐久健开着自己的跑车 带树里前往横须贺 路上发生了一个小差距 在休息站吃饭时 不知是谁往他的车上喷漆 搞恶作剧 由于不便报警 佐久健只能忍气吞声 继续上路 过久之后 两人终于抵达闺蜜家附近 由于这里是女性公寓 佐久健就在车里等候 而树里也不复所望 很快搞定了录音回到车里 但两人没有立刻返回通经 而是来到港口附近的一家情人酒店 避开摄像头进入房间后 佐久健让树里用酒店的座机 给葛城盛俊打电话 接通后就按照写好的草稿照本宣科 佐久健在15秒后挂断电话 就是为了扰乱警方视线 而刚刚的气吞声 正好成了绑匪在某个港口附近的铁证 这样一来 两人回到东京后就更加安全 不同于佐久健的志得意满 年轻的树里到底还是有些害怕 他突然抱住佐久健求安慰 此举竟让佐久健有了别样的冲动 就在他天人交战之际 树里却提出想去一个地方平静下心情 见少女一花带雨 我见游连 佐久健也不忍拒绝 于是两人开车来到了一处小山丘 此时天色已晚 满天繁星映衬着树里娇俏的面容 暧昧的气氛在狭窄的车厢内蔓延 少女流露出真诚的依赖 像一粒火种 瞬间点燃了佐久健这堆空虚的干柴 顷刻间浴火燎原 欢愉过后 树里下车去丢垃圾 他发现远处有一座地藏菩萨像 神明会惩罚他们的放浪行骸吗 佐久健内心安慰自己 要完成这场游戏 合作者之间需要绝对的信任 或许肉体上的连结必不可少 回到东京已经是凌晨 车主论坛上又出现了新的帖子 买家表示宴货完毕 想要尽快交易 佐久健先是用新邮箱 通知对方交易的相关事宜 随后为树里准备了一部 冒名注册的手机 用来联络葛成胜郡 一切准备就绪 葛成胜郡按照指示 开车在指定地点绕了好几圈 可谨慎的佐久健 却突然取消了交易 其实一开始 他就没打算完成这次交易 之所以让葛成胜郡白白兜圈子 倍感失望和不解 焦虑中的树里对佐久健越发依赖 而佐久健也沉溺于 和树里的男欢女爱 他知道这很愚蠢 但当他撇进厨房里 那个为他准备早餐的曼妙深姿时 佐久健还是忍不住偷偷按下快门 用相机定格住这美好的瞬间 从片刻的欢愉中清醒 佐久健回归到游戏中 对于备放鸽子 葛成胜郡十分愤怒 他急于促成第二次交易 而佐久健则沉着应对 设计了一场突发的交易事件 周一在与日兴汽车的立会长 佐久健悄悄联系树里 让他给爸爸打电话 临时决定交易 葛成胜郡中途匆忙离席 佐久健也紧随其后对场 他来到一家开在瞭望台上的啤酒屋 通过望远镜监视高速路口 很快 葛成胜郡的车就按照指示 通过了高速路口 这边树里按照佐久健的计划 指示爸爸将车停在休息站 下车后不许锁车 直接走到休息室里 另一边 佐久健被装成日兴汽车的领导 给最近的一家分店打电话 谎称副总的车在休息站抛锚 后备箱里有一箱东西 急需送往新航站酒店 他委托店长把箱子送到指定位置 并交给接待员 店长不宜有他 全数照做 帮助佐久健完美演绎了一出 移花接木 与此同时 树里已经提前赶往新航站酒店 被装成接待员 不久便与店长顺利交接 在佐久健来到酒店时 树里正笑盈盈地迎接他 并表示赎金已经到手 事后佐久健并没有急于分赃 而是谨慎地等了几天 确认钞票没有被动过手脚后 才拿走了属于自己的三千万 至于树里分得的两亿七千万巨款 这该如何存放则成了难题 此来想去 他决定暂时把钱藏到闺蜜的公寓 做完这一切 两人再次梳理了一遍绑架细节 对其口径 最后带着报复成功的快感 和对彼此朦胧情愫的不舍 正式分道扬镳 这场计划精密的绑架游戏 本该就此告一段落 直到第二天上班 佐久健意外在车主论坛上 又看到了一条新留言 买家表示已付款 却没收到货 这说明树里没有回家 正当佐久健疑惑时 电视新闻突然报道 葛成树里于十天前遭遇绑架 为了女儿的人身安全 葛成胜俊起初没有报警 可他在交付赎金后 人质却迟迟未归 这才不得已公布了案情 而更令佐久健震惊的是 媒体公布的照片 根本不是他认识的树里 那个与他合作绑架游戏的女孩 到底是谁 他现在在哪儿 怀着这些疑问 佐久健第一时间 想到了树里闺蜜的公寓 再次故地重游 佐久健才发现 这里根本不是女性公寓 树里在撒谎 他故意不想让佐久健靠近公寓 此时佐久健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为了证明心中所想 他拜访了一位当记者的决定 经过证实 佐久健认识的树里 其实是葛城圣俊的小女儿 仙春 她为什么要冒用树里的身份 而真正的葛城树里 又去了哪里呢 转眼又是十天过去 一直困扰着佐久健的疑问 终于在一则新闻中 给出了答案 今天凌晨 横须鹤氏发现了一具年轻女尸 经过证实 死者被葛城树里 尸体是在横须鹤某处山丘发现的 据说心脏有被锐气刺入的痕迹 推测是他杀 警方还从死者身上 找到了男性的毛发和体液 合理怀疑来自于绑匪 迄今为止 被切碎分散的拼图 在佐久健脑海中 慢慢拼凑起来 事件的真相已经出具轮廓 二十天前 真正的树里死亡 天春离家出走 并冒用树里的身份 与佐久健携手 完成了一场绑架游戏 可佐久健觉得 葛城圣俊应该早已识过他的伎俩 这位商业巨鳄 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为了弄清妇女俩的目的 佐久健再次给葛城圣俊发去邮件 第二天下班一进家门 佐久健就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树里或者说千春 他已经无暇追究 对方是如何偷坏了大门的备用钥匙 现在他只想问明事情原委 曾经楚楚可怜的少女 此时没有露出丝毫狼狈 他淡定地取来一瓶葡萄酒 一边与昔日搭档举杯供饮 一边将真相娓娓道来 二十天前的那个晚上 千春的确因为面霜与树里发生了争执 冲动之下 他用剪刀刺死了树里 因为害怕麻烦 千春打算出去躲几天 等父母把事情摆平再回来 天巧当时遇见了佐久健 于是他所幸将计就计 以树里的身份参与绑架游戏 其实在佐久健提出计划之后 千春马上就联系了父亲 葛长盛俊觉得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给千春找个替罪羊 于是父女俩理应外合 反过来算计佐久健 因为树里的尸体被埋在横居贺 所以无论如何 也要将佐久健引到那里 于是便有了那个打给闺蜜的电话录音 闺蜜的公寓也是假的 千春只是利用那里的储物柜 把赎金还给父亲而已 至于第一次前往横居贺途中 在休息站经历的喷击小插曲 也是刻意为之 目的就是让店员记住佐久健 证明他去过横居贺 当然这还不够 葛长盛俊希望能拿到佐久健的毛发 不过倒不至于让女儿出卖身体 千春勾引佐久健发生关系 完全出于自愿 一来是对胆时过人的佐久健 心生爱慕 二来是千春觉得体液比毛发 更能成为绝对的证物 那次云雨之后 千春下车去扔垃圾 其实是把用过的套套 藏到地藏菩萨像背后 等待父亲稍后来取 听吧解释 佐久健顿绝这对妇女的恐怖 而渐渐模糊的意识 也在提醒他 酒里被下了药 可此时他已无力反抗 黑暗终于吞没了他的所有感官 在佐久健再次醒来 出现在他面前的身影 终于换成了运轴帷幄的大boss 葛成盛俊 对方直言没想杀他 因为没必要 葛成一家利用受害者的立场 提供佐久健绝非嫌疑人的证据 只要他不被警察抓走 就不会跟别人说出真相 佐久健不解 如果没必要把他当作绑匪 为什么还要让他在横居贺留下证物呢 葛成盛俊表示 他们需要佐久健的一个把笔 即随时能证明他是嫌疑人的证据 一切都只是防患于未然 葛成盛俊自量底牌 他也想看看机智的佐久健 手里还有什么牌 翻看着佐久健的电脑 葛成盛俊突然被一张照片吸引 那是假冒树里的千春正在厨房 给佐久健做饭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 当初偷拍下温馨一刻的照片 冥冥之中竟成了制衡的王牌 游戏已经结束 但胜负还未见分晓